今天我要讲题目就是计划经济 一种全新的奴役制度 在开始之前我先和网友们做一点互动 上一期节目关于人口的若干问题上传以后 得到不少网友的点赞和好评 在此向网友们表达深切的谢意 感谢网友们的观看和鼓励 我会继续努力做出更好的节目 当然从技术上来说呢 节目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 因为这种讲课方式呢 是第一次不像在这个课堂上面对学生讲课 另外一个呢 我讲这个不讲课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所以有一些技术呢 有一些声数需要这个回复 需要适应这种新的讲课的条件 那么比如在讲课的时候 夹杂了不少这个口语化的用词 语调呢不够平稳 言谈呢也不够流畅 这些缺点呢 我会通过不断的练习 加以改进 有一位朋友 网友谈到了国内专业人士 如何与政府决策机构和决策者之间的互动的问题 他提了这么一个问题 坦率的讲 我没有真正参与过这类活动 充其量呢 也就是参加过一些学术讨论会 至于我的一些观点是否影响了当局的决策 我并不知道 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有一点呢 需要谈一下 或者是有一点呢 应该大声的谈一谈 作为国内的一个学者 不管你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我觉得都必须要坚持学术的原则 坚守学术的底线 坚守学术的尊严 宁可不说话 也不要说无原则的话 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我们的教训是太多太深了 你就别的就不说了 就说这一次上海的这个所谓的清零 你从这些专家 这个有一些专家说那些话 简直就是昧着良心在那说 为什么不能守住自己的学术底线呢 我觉得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 或者学者们都能坚守学术的底线 这就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可以做得到 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关于这个互动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 这个题目就是计划经济 一种全新的奴役制度 那么呢 我们现在呢 来看我今天要讲的主要的内容 我今天主要讲呢 有六个重点 最后呢 讲一点节书语 第一个问题 我要讲这个计划经济 这个简单的回顾一下计划经济的历史 以及计划经济 最后为什么失败 就是以这个失败告终了 第二个问题呢 我要介绍三位 对计划经济的先驱批判者 就是他们在很早以前 就对计划经济呢 进行了这个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批判 这三位人呢 对于这个消灭 这个共产主义 消灭这个计划经济 让计划经济的瓦解 起到了这个先驱的作用 所以要介绍三位这个人物 和他们的主要的观点 那么第三点呢 我要讲计划经济的一个结果 就是短缺和专制 这一节的内容呢 是有一点不太容易理解 我讲的要稍微细一点 这个我希望我能够把 一些理论上的问题 能够讲的稍微清楚一点 第四个问题呢 就要讲计划经济体 并非按人为预定程式运行的机器 这个观点呢 主要是针对计划经济的 这个学派提出来的一个理论分析 而且这个观点呢 也是这个奥地利学派 对经济学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 那么第五个问题呢 我要讲市场价格体系 是人类行为学的表达 这个观点也是这个奥地利学派 对经济学价格理论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贡献 同时他也是在讲这个价格 究竟是什么 是怎么形成的 这个直接涉及到计划经济的 一些很深的理论问题 那么这一点我要讲一下 最后呢 我讲这个计划经济和劳动价值理论 因为计划经济这个东西 或者是社会主义这个东西呢 是从马克思那儿搞出来的 马克思号称他们是把这个 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他们所说的这个社会主义荒谬 和他们的这个理论呢 究竟是怎么荒谬的 最后呢 我讲一点结束 好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开始讲 计划经济呢 历时近百年 以失败而高中 这是我的第一个小标题 计划经济这个概念 本身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和迷糊性 在人们的潜意识中 计划总是一种 深思熟虑之后的理性行为 于是人们试图将整个国民经济 纳入一个完整的计划 形成计划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 这一套做法 最早是由德国的铁血宰相 皮斯麦开始实施的 1928年 苏联也开始实行计划经济 制定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这是1928年苏联开始制定并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就从这开始 苏联开始的计划经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苏联的政治模式被强行植入东欧和一些亚洲国家 它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模式 也一同被强行的植入了这些国家 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最显著的经济特征 是基本民生物资极度的匮乏 普遍的贫富 巨额的生产资源浪费 科技停止 上个世纪70年代末 中国经济步入绝境 不得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这等于宣告了计划经济的失败 1989年以后 东欧国家纷纷改弦更张 放弃苏联的政治模式和计划经济体制 1991年底 苏联为了摆脱它的政治模式和计划经济 带来的各种困境而宣布解体 苏联解体实际上是它的政治模式 这个再搞不下去了 它的那个计划经济体制也搞不下去了 所以它宣布解体 那么到苏联解体1991年底 到此计划经济历史近百年 最终在全球范围已彻底失败而搞结束 这个就是计划经济的大概的一个历史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讲中国 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以后 导致了物资的极度匮乏 以至于几乎所有的衣食和日常生活用品 都必须凭政府发放的票证才能购买 这个票证是两个概念 一个是票一个是证 这个有些东西呢是要凭票供应 有些东西呢要凭证供应 你比如说粮食 这个大家周教授可能都还记得 有这个粮本 有粮食购买证 你城市居民你拿了那个证 你在指定的这个供应点 你才能够买到粮食 这是证 还有呢就是票 一会儿呢我有一个这个video 让大家看一下 我在网上搜集到的一些很奇特的 当年发行的一些票证 那么这种票证呢 这个就构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票证经济 这种票证经济具有很强的管制性和特权性 除了布票以外 所有购物票或者购物证 只向城镇居民发放 农村人口全部被排斥在外 包括布票 在中国的农村呢 有一些地方呢被划定为产棉区 产棉区的农民连布票都不给发放 在其他非产棉区呢 农民可以拿到布票 但是除了布票以后 所有的购物票证都不向农民发放 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 这是一种票证的发放具有极强的这个管制性和特权性 就是说中国或者说人民共和国的这个票证 最早什么时候开始众说纷纭 那么我在网络上收集到最早的购物票 是1953年11月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粮食局发行的面粉购买证 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开始发行粮票 从这以后 平票供应的商品品种迅速增长 到了1961年 平票凭证供应的商品已经达到了156种 文革中后期 购物票证的发放达到了高峰 几乎每一级行政单位都在发放购物票 甚至人民银行分行这样的机构也发放购物票 这一时期 中国的票证发放的种类究竟有多少 现在我是没有查到这个统计资料 但是它种类的繁多 使用之广泛 可谓登峰造极 这些票证的发放和使用 构成了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史上的奇特的景观 最常见 使用最普遍 发行也比较早的购物票 是粮票和布票 其他的购物票 还有肉票 油票 就是食用油 油票 豆腐票 糖票 糕点票 等等特别的多 包括棉线票 就是缝衣服用的那个棉线也要平票供应 肥皂 香皂 手表 香烟 火柴 灯泡 等等这些东西 自行车 什么手表 全都要平票供应 像白菜 萝卜 土豆 白薯 这样的食品 也要平票供应 一些基本的消耗性生产资料 如汽油 柴油 肥料 甚至大粪 和尿 小便 也要平票供应 一会儿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我搜集到的一些票证 这个目前人们所搜集到最小面额的实用油票是0.0055市金 就是2.75克 就是你拿那个啤酒瓶盖来量的话 不到一啤酒瓶盖就这么大的一个单位的票证发放出来 油票 这是实用油票 最小面值的布票 是一厘米 一厘米 这个大概是那个面幅是一米宽 一厘米宽 一米长这么一块布条 就是一张布票 就这么一点布头 你都要平票来买 有人说呢 这么一点呢 就够这个一个小姑娘做三根红头绳 就这么大一块 那么发放的最小面额的棉线票 就是缝衣服的那个棉线 那个票最小面额是多少呢 是5克重 0.01市金 5克重 大概就指甲盖团 指甲盖这么大一小团 就这么一小团棉线 也要平票供应 最小面值的肉票呢 是10克 10克肉 我不知道这点肉 现在 人们还 怎么去想 我看到这些奇特的这个票证景观以后 我是非常吃惊 有很多东西 我想都没想到 我没有想到 我还有这么小面额的这种票证 这个票证呢 这个 确实呢 让人非常的吃惊 那么下面呢 我给大家放一段视频 这个来看一下 当年发放的一些票证 网络上我搜集到的一些食物 这是面粉购买票 1953年11月份 这是最早的 我能找到的最早的 这个是购布卷 1994年开始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粮票 半斤的 这是一寸的布票 1984年 这是新疆的找零布票 这个是废旧的棉续票 一斤 废旧棉续也要平票供应 这是无锡市的 民用线票 就是冯一复的线 这个民用线票 一市前 0.01斤 大概就是汉山背心票 纺织品票 0.1 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单位 这是1969年发放的 粪票 很新鲜 第一次见到 这是尿票 尿票 1000斤 500斤 这个是武汉的 这是最小面额的实用油票 0.0165市金 1965年发放 猪肉票 0.02 中国人民银行 海南市支行 印发 1961年发的 0.02市金 三市钱 猪石 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是鲜蛋 两钱 盐票 要盐 实用盐 火柴票 1991年 上海的 这是豆腐票 平票供应 肥皂票 香皂票 这个是毛巾票 毛巾一条 板凳一个 棉布鞋票 买一双棉布鞋 要票 这是糖瓷口碑 这是暖水瓶 普通灯泡 要票 蔬菜票 一斤 买菜 要票 白鼠 宣物区 这是咱们北京的 这是筑马店 白萝卜 1990年的 这是买油条 要票 这个是买糕点 要票 一斤二两 买糖 要用票 扬州市的 煤油 要票 这个是 这个 这个是 粮油奖励券 0.15公斤的 煤油票 这个煤油 这个东西啊 呃 我们当年在乡下的时候 是点灯用的 就是买一点煤油呢 那个放到那个小灯里面 点灯用 没有电 那个时候我们上上下乡 点就是煤油灯 买这个灯呢 呃 煤油灯呢 买煤油呢 是要票 这个是呃 太原式的 一张油票 这就是我搜集到的一些油票 票证 好 那咱们现在回过头来 来看这个 我们来 重新 回到我们这 呃 我们现在 接着往下讲 这个票证 非常的奇特 真的是一个 票证经济 真的是世界经济史上的 一个奇特的景观 那么自从本世纪出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呢 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诸多领域 得到了广泛应用 取得了显著成就 极大的促进了金融 军事 制造业 商业 科研等领域的高速发展 与此同时 一些人 也试图 借这个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为计划经济 招魂 这些人宣称呢 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 在于计算技术和计算手段的落后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引入计划经济的运作过程 可以使计划经济起死回生 再放异彩 诸如此类的招魂说 迷惑了不少人 可见人们对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 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 有必要重温先驱者们 对计划经济 在理论上的分析和批判 补上这一刻 以避免一轮一轮的巡回 我们中国真是一轮一轮的巡回 要想打破这种巡回 我觉得首先在理论上 要有相当清醒的认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讲这个计划经济的先驱批判者 人们对计划经济失败原因的预判 就是预先的判断 以及对失败原因的分析和探讨 在苏联解体之前 撂若新城 这些批评者 以奥地利学派的 以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为核心 社会主义国家内部 对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 进行系统深刻批判的人 大概只有一位 苏联垮台以后 这一类批评增加了不少 但是这些后来者的批评缺乏心意 也没有太多的理论价值 所以我也就不再介绍这个其他的人 我就重点介绍三位 我们介绍的第一位呢 是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人物 米塞斯 这个他是1981年9月出生 到1973年才去世的 这个人一生还是相当坎坷的 他这个从奥地利跑在二战的时候 这个为了要逃避战火吧 是跑到美国来 然后这个虽然他是受聘于纽约大学 但是只给他了一个头衔 不给他发工资 他的工资呢 一直是一个基金会给他发放 但是这个人写了很多的书 他对奥地利学派 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第二位呢 也是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叫海耶克 他是1899年5月出生 到1992年才去世的 他曾经就学于米塞斯 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第三位呢 是南斯拉夫政治活动家 秘若凡 德热拉斯 他曾经任南斯拉夫 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职委 中央书记 国民议会议长 副总统等等要职 那么我们首先呢 介绍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人物 米塞斯 他在1920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 社会主义者福利共同体中的经济核算问题 这个呢 是他的文章的英文的原文题目 是1920年开始发表 在这一篇论文里面 米塞斯提出了以前被人忽视 却相当重要的经济核算问题 他在论文中 以经济核算为中心 论证了一个重要的观点 消灭商品生产和废除商品价格体系以后 社会将失去进行经济核算的手段和基础 社会无法对比哪种生产计划方案 更核算更经济 在没有经济核算情况下 制定的计划经济 不可能有效的配置生产资源 指导社会进行有效率的生产 这是米塞斯的重要贡献之一 也就是说 和商品生产相对应的价格体系 同时也是一个经济核算体系 这是人类数千年探索的结晶 人们不可能找到另一套新的核算体系 来代替它 消灭商品生产废除价格体系 等于毁掉了整个经济运行的核算系统 在没有经济核算的情况下 社会不可能有效的分配资源 这将导致经济运行陷入混乱 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 必将因此而失败 这是他1920年就提出来的一些观点 是非常有远见的 这篇论文呢 有一点需要做一点进一步介绍 在这篇论文写作的时候 苏外政权的专制和残暴已经被西方世界所普遍知晓 但当时仍然有西方的学者认为 苏外政权的专制和残暴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意 并非社会主义的理想状态 那么这些西方的学者认为呢 在社会主义的理想状态下 在非专制条件下 计划经济完全可以指导社会进行有效率的生产 为了批驳这些人的观点 也为了进行纯学术讨论 米塞斯在论文中强调并且论证了 即使在那些人所说的理想状态下 不存在专制的情况下 计划经济也无法解决经济核算问题 其后果必然是经济的无需运行 以上这些呢是经济核算问题 这篇文章的一些核心的论点 如果有兴趣的话 这个有兴趣的听众或者是读者 可以去查一下这篇文章 可以去看一个自己去读一下 这篇文章不是很长 但是读起来还是很很有意义的 就是很值得一读的一篇文章 米塞斯这篇论文发表以后引起了轰动 很快就引起了轰动 或者说这篇论文一经发表就引起了轰动 引发了一场长达近40年的争论 这一场争论呢 后来被被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问题 就是这场争论在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上 还是比较有名的一场争论 就是这场争论被人们认为呢 这个这场争论就被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问题 在我看到的一些中文资料里面 将这一场争论的称为了经济计算问题 这里面涉及一个词组 就是这个经济核算 economy calculation 就这个词组 这个词组 economy calculation 这个词呢 很多中文呢 把它翻译成为了经济计算 我觉得这样翻译容易使读者产生误解 把这个词组翻译为经济核算 我认为这个词呢 应该翻译成经济核算 所以我在这个谈到这个方面的问题的时候 我全都是用的是经济核算 我觉得核算这个词呢 在中文里面有比较和对比的意思 那么翻译核算呢 更贴近米塞斯论文的原意 这是米塞斯的两个主要的经济观点 就是在这篇文章里面的两个的主要的经济观点 我刚才已经介绍 那么我们现在介绍下面一位人物 这个 而不是下面一个人物 就是米塞斯的另外一篇文章了 1949年 米塞斯又出版了人的行为 经济学的专论 这是他的这个一本书 实际上是一本书 是1949年发表的 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部著作呢 被誉为奥地利学派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也是最具深远影响的经济学著作之一 这一部著作为美国自由主义经济的全面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本书是1949年出版的 但是一直到了70年代 197几年 8几年的时候 他的这个作用呢 才被显现出来 80年代以后 里根的这个经济学呢 从这个战后的这种 这个所谓的凯恩斯的那个计划经济 那种类似的经济 转向自由经济 这本书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那么这本书呢 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呢 就是市场价格体系 是人类行为学的表达 不可能被一个管理机构 或一个官僚机制所取代 这个论点是对价格理论的重要的贡献 更是对计划经济学派的致命的遗迹 这一点我们在后面 有专门一节要来讨论 这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观点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学 对经济学的一个理论上的一个贡献 那么苏联垮台之前 对计划经济做出深入剖析的 另一位西方学者 就是海耶克 海耶克 这是他名字 德国人的名字都很长 他是1899年出生 1992年才去世 他的这个 1974年他得诺贝尔奖 他的最主要的著作 就是通往奴役之路 就是这篇著作 这个有中一本 下面这个是他的英文的这个名字 是1944年出版 30年以后 1974年 海耶克因为这本书 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最初他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的构思呢 是要写一本通俗的读物 试图揭露那些表面上 看起来无害 实则非常荒谬 且极具迷惑性的观念 这本书出版以后 遭到左派的攻击 但是他仍然唤醒了 其他不同流派的知识分子 最终成为启发英国 重返市场经济的一部著作 这个英国当时也有一个 就是先于美国 从这个所谓的管制经济 转向自由经济 要比美国要早 早将近十年 就是那个撒切尔夫人开始的 这个撒切尔开始的那种 英国重返市场经济的 这个活动呢 也是得益于通往奴役之路 这部著作 这本书被翻译为 二十多种文字 出版了多种简写本 和缩写本 它的各种版本的总销量 总销量高达三百多万册 这在英文书里面 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这本书的第一个中意语本 是在一九四六年元月 以统治与自由之变为名 曾在民国日报连载 在这之后呢 又有过五个中意版本 这本书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因为他当时写的时候 不是一个经济学专著 他写的是一个通俗读书 所以他涉及的内容非常广 他涉及经济 政治 法律 等等诸多方面 在这儿呢 我只介绍他与计划经济 有关的一些内容 那么这些内容 我重点讲两个 一个就是在这本书里面 海耶克论证了 私有财产制度 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证 而且他从多个角度指出 计划经济必然导致专制统治 从理论上来讲 海耶克的这些观点呢 是从米塞斯那儿 这个得到的 他把这个东西做了一个 更加详细和完备的阐述 所以呢 这个计划经济必然导致专制统治 他的基本的观点 都是从米塞斯那儿拿来的 那么我们需要特别介绍 米塞斯海耶克的另外一篇论文 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 这个就是 这是他的英文 这篇文章 刚开始是一篇文章 后来是又改写成了一本书 是1945年发表的 这本论文呢 最初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 1945年9月期 后来这篇论文 又被课编为另一部著作 经济学界对这篇论文 有相当高的评价 有人甚至说过这么一句话 如果你想读一篇论文 就想拥有尽可能多的经济学知识 那就是这篇论文 海耶克的这篇论文中 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 第一个就是经济体系的功能 和经济信息的测不准问题 他指出一个经济体系的功能 不是要解决经济运行的平衡问题 而是要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 随时随地出现的变化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观点 他还指出 各种经济信息顺息万变 不可能完整而及时的收集和汇总 但这些经济信息 却可以通过价格而表达出来 消灭私有制废除商品价格体系 社会将无法解决经济运行中 出现的这些问题 海耶克关于经济体系功能的看法 后来成为批评新古典学派的 一个主要的一个论点 而且他的这一方面 对经济学的这个其他方面的贡献 也是非常大的 这个我不深入去讲 要展开讲太多内容 我只讲与这个 我们关心的一些问题 他的有关各种经济信息 顺息万变 不可能完整而及时收集和汇总的结论 被后来者称为社会学领域的测不准定理 这个测不准定理 最早是两子物理学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但是后来呢 有人就把海耶克的这些观点汇总起来 给他一个简称叫经济信息的测不准定理 米塞斯和海耶克的上述主要的论点将贯穿于本文第3第4第5节的一些内容 苏联倒台前批判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三个主要人物 是南斯拉夫政治活动家米罗凡德尔拉斯 他的最著名的一本书呢 叫新阶级对共产主义的分析是1957年出版的 这个人呢是很早期的时候就参加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活动 和铁托一起开始打拼 这个最后他职务这个是很高的 在南斯拉夫党内和南斯拉夫这个国家里面的职务都非常的高 这一本书1957年他是当时呢正在监狱里面服刑呢 他的这一部的手稿1957年的时候被偷偷的运出了南斯拉夫 然后在西方出版了 这本书一出版 然后呢这个作者又被夹行了史 就是说他的这个著作手稿1957年第一次被偷运到西方出版的时候 他正在南斯拉夫的监狱里面服刑 因为这本书的出版 这个作者又被夹行了十年 这本书呢是一部政论性的著作 他论证了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必将产生一个新阶级 这部著作从不同的角度 对计划经济的弊端做了相当深入而全面的描述和剖析 他指出了计划经济实施所带来的种种灾难性的后果 普遍的代工 低下的劳动生产率 严重的资源浪费和分配不公 重工业和军工业的机型发展等等 作者指出尽管共产党的经济是计划的 他可能是人类社会中最浪费的经济制度 他在这儿呢用了一个他可能是用了这么一个不是很确定的一个词 我理解这个是因为他没有能够从理论上来论证计划经济是一个最浪费的制度 他是从他自己的亲生经理和实践中得出来了这么一个结论 所以他这个人还是很谨慎 所以他在这儿呢用了一个他可能是人类社会史中一种最浪费的经济 实际上就是只不过就是他没有在理论上做出论证 而做出论理论上论证的呢 正好就是这个海耶克和这个米塞斯 这些奥地利学派的人物 他还写到计划经济是用来发展那些足以巩固政权的经济部门 作者认为当生产资源被国家占有之后 计划经济便成为运行公有制经济的工具 是巩固专制政权的工具 上个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这种制度气息奄奄 行将就木之时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亚诺什 又以短缺概括了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 他当时出版了一本书 有中一本叫短缺经济学 当时我读研究生的时候 要想找这么一本书来读 我刚翻译过来翻译成中文 要想找这么一本书也是很不容易 好不容易搞来读了一下 那么这本书呢 这个概括就是以短缺来概括 概括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 是相当简洁 也是相当明了 就是简洁明了 但是作者对短缺原因的分析 是太缺乏说服力 所以我们在这就不做介绍了 那么以上简要介绍的第三位作者 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各有其独特之处 其中对经济学影响比较大的是米塞斯 对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是德尔拉斯 海耶克则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影响都比较大 那么很讽刺 当年科学社会主义的始祖宣称 就是当年科学社会主义的始祖们宣称 社会主义已经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将以计划经济取代资本主义生产的 无政府状态实行按需分配 人类会因此而摆脱贫困和压迫 实现贫固自由繁荣和富裕 然而社会主义经过百年的时间 却让人类付出了数亿生命的代价 历史告诉人们 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 是一种新的 完全不同于历史上存在过的 极权专制制度和奴役制度 这种制度所造就出来的贫困和压迫 超过以往任何一种制度 我们看最近上海封城造成的这种奴役和压迫 我们就应该明白什么叫社会主义 那么现在我们讲第三节的内容 这个第三题目就是 短缺与专制计划经济的必然后果 这里面讲几个问题 我在这把提纲列出来 然后我下面一个一个来谈 新阶级一书曾经指出 当代共产主义是具有三种基本要素 以控制人民的一种极权主义 第一种是权力 第二是所有权 第三是意识形态 这些因素都被唯一的政党 或者说由一个新阶级所垄断 这就是说当代的共产主义 是一种新型的专制极权制度 它对构成社会的三个基本要素 都具有垄断权 对权力的垄断 对财产所有权的垄断 对意识形态的垄断 我们这主要介绍所有权的垄断 其余的两类垄断 我们会设计 但是不会展开 那就是说三种权力的垄断 权力 所有权和意识形态 这三种构成社会基本要素 都被一个新的阶级所垄断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 就是消灭私有制 国家对所有生产资料的垄断和支配 财产私有制是个人自由的基础 消灭了私有财产制 就使得个人自由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实行计划经济 国家首先需要垄断和支配所有生产资源 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以专制制度为初始条件 同时这也是计划经济得以贯彻执行的基础 其次为了能使计划经济得以全面执行 必然强化这种专制集权制度 而且这种专制集权是向中央一级 就是向国家这一级的集权专制制度 为了实行计划经济 国家必须以社会的名义去占有和支配一切生产资源 这些观点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复的阐述过 特别是两本书 反度灵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在这些著作中有明确的表述 恩格斯这么说过 这是他的原话 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 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 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 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 这两段话都是恩格斯的原话 以上的理论陈述在实施过程中被完全实现了 而且是以血腥暴力的形式实现了 国家在实现对物质资料占有的同时 也实现了对人力资源的控制和支配 这种对人力资源的控制 主要是对个人自主经济活动权利的剥夺和控制 其中包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权利 选择职业的权利和选择雇主的权利 这一点我稍微做一点解释 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 中国曾经提出来过一个 就是后来在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的时候 曾经有过这么一段传说 就是以粮为刚全面砍光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在所有的当时的这个所有的农村呢 所有的生产单位都必须要种植粮食作物 所有其他的经济作物都不许种植 即使你种了也会来让人把你的地给你刨了 把你的这个如果你种了西瓜 把你的西瓜给你砸烂了 如果你要是种植了其他蔬菜啊什么 让人来把你这个地的庄稼全部给毁掉 就是说农民呢 当时除了不允许你种植这个粮食作物以外的任何植物 那个种植物品而且也不允许你从事任何农产品的贩卖 就是说如果我自己有点东西拿到集市上去卖一下 这个当时也是被严厉禁止的 实际上这种做法就是剥夺了人们 个人自主的经济活动的权利 就是你要干什么根本由不得你 全部都是由国家支配的 当这种剥夺呢 随生产资料所有权向国家转移而同步发生 当所有生产资料包括经济机构都被国家占有之后 人们除了受这个唯一的雇主国家的支配 别无其他选择 当人们自主经济活动的权利 选择职业和选择雇主的权利被剥夺之后 他的收入也顺利成长的受到国家的完全控制 人们只能接受由国家决定的工资支付 由政府计划决定的个人收入 国家对社会成员的支配也是计划经济能够执行的先决条件 经济计划的范围越广 它对社会成员的支配也越全面越强化 像社会主义国家那样 对所有人的控制和支配 迫使所有社会成员都依附于国家的现象 是人类历史上的首次 这种依附类似于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对领主的依附 这很可能是海耶克在他的这个书名中 用了农奴来代替奴隶这个词的原因 就是当时他的这个书的题目呢 用的这个是不是通往农奴 不是用的这个词不是奴役 这个词而是奴隶 后来他又把这个名字改了 别人后来问他为什么把这个书名名字给改了 他自己解释说是为了要取其发音和谐 但是我觉得他是想更贴切的表达他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这种衣服呢 是类似于中世纪农奴对领主的一种衣服 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度是一种局部的现象 在地域和生产领域都是都具有局部性 就是他在农业领域 在别的领域没有 而且并不是在欧洲到处都有 是新有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并没有 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中 个人对国家的衣服是全社会性的 所有的人你都得依附于国家 离开这个国家 你什么都做不成 你活都活不下去 这一点我想大概中国人体会应该更深刻一点 计划经济之所以要以国家占有和支配一切生产资源为前提 一是因为计划经济具有强制性 二是因为各个经济部门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三是因为生产资源分布具有地域性 计划经济是有组织的强迫活动 只有国家占有和支配一切生产资源 才有可能要求并迫使生产单位和个人 执行其下达的经济计划 任何不听命的生产单位和个人 均无法获得生产资源 包括原材料资金动力设备 人力资源就业机会等等等等 另外国民经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各个产业部门和行业之间密切相连 环环相扣 任何一个产业或部门的停顿 都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停摆 这就注定了国家对生产资源的占有必须全面而无遗漏 这种占有具有完全的垄断性质 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得以贯彻执行 还有一点 因为矿产资源和原材料分布的地域性 对生产资源的占有权和支配权 必须高度集中在最高行政单位国家手中 就是说计划经济能否实施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 取决于国家对生产资源所有权的垄断程度 反过来说当国家无法完全占有控制和支配一切生产资源时 计划经济也无法在全社会范围内执行 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 国家对一切生产资源的占有和支配 与国家对所有人力资源的控制和支配一样 也是一种全新的经济现象 对私有财产的剥夺和对社会成员自由的剥夺 构成了这个新型专制制度的基础 也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运行混乱和政治冲突的根源 我们下面讲第二个小问题 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激励机制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工人实际上是在他不能控制的条件下出卖劳动力 当人们在被强迫不情愿的情况下 从事劳动时没有人愿意努力工作 他们不会关心自己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性质 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产品质量剔略 劳动生产率低下 这个还应该是在这一页 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 这个计划经济体制下产品质量 这个在没有人愿意努力工作 就是这儿 对不起刚才有点乱 当人们在被强迫不情愿的情况下 从事劳动时 没有人愿意努力工作 他们不会关心自己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产品质量低劳 劳动生产率低小 技术停滞的根本原因 国家用劳动模范之类的精神鼓励 来刺激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这种做法对个别人有用 可以提高个别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 但这种鼓励对绝大多数人没有用 它无法提高大多数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生产效率 当年流行一句话叫干不干一天三顿饭 所谓干不干一天三顿饭 现在很多人大概听不懂了 这个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干不干活 到时候照样拿工资 这个坐在车间里面 什么活也不干 让干活转身就走了 就这种工人到时候跟你拿工资一样 我当时在厂里当工人的时候 就这就这样 在农村也是 生产队派下来的这个工作 大家都在那摩扬工 谁也不愿意这个出力干 我当时很好奇又问这些社员 为什么你们不不这个好意思 就是为什么这么撒冷 他们说干什么 干得多和干得少 大家都一样 我何必要出那么多力气 我干多我还吃得多 当时听了很不能理解 现在回过头来 反过头来想这些问题 这些农民和这些工人 他们的这些行为 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是有他们自己的道理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消失 企业家不同于经理 企业家作为私人所有者和投资者 要对自己的预测和决策负权负责 就是说如果我一旦投资失败 这个后果我自己要承担 你就像那个马斯克最近收购推特 如果要是这个收购失败了 或者是他收购来了以后 这个推特越来越不行 那么他砸进去的这几百个亿 那这个责任他自己去承担 因为这是他自己的钱 没有人会为他的这种错误决策 承担责任 如果他决策对了 那么赚的钱也是他的 这个也是理所当然的 消灭了私有制以后 随之而消失的就是创业精神 积极性和主动性 消灭了私有制 同时也消灭了企业家精神 那么计划经济呢 实际上它是用经理人来代替企业家 要知道经理人只是 就是说经理只是在企业家 及资本市场设好的框架中 做刺激的决策 就是说要去干什么 这个目标已经非常明确了 那么具体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这是经理要做的事情 而不是这个企业家做的事 企业家把这些具体处理 具体的问题的这些东西呢 就让经理人去做 但是最后的决策 是企业家来做的 经理人做不了那个决策 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 用这个经理人来代替这个企业家 没有了企业家 也就没有了企业家精神 就没有了创新精神 用经理人来代替企业家 就决定了计划经济体制 缺乏活力 先有创新 没有人愿意去这个搞创新 你说什么 我就是什么 国家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别的事我根本不管 这个我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 这个讲计划经济 讲经济学的时候 就曾经跟我们讲过一个例子 就是苏联有一个很有名的 这个拖拉机制造厂 它生产大型的这个农用拖拉机 这个拖拉机呢 那有几十万个部件组装起来的 但是有一天呢 有一个部件 这个需要按照计划规定呢 这个部件呢 需要喷红颜色的油漆 但是不管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红颜色的油漆呢 就用完了 没有了 怎么办 整个拖拉机企业 整个这个工厂停产 等 等什么 等这个红油漆 这个红油漆要怎么来呢 要上报 说我们的这个红油漆用光了 为什么用光了 要列出理由 然后上报 报了以后呢 一级一级审批 最后重新批准 要让这个生产 红油漆的生产厂商呢 增加产量 然后给他们供应 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呢 拖拉机企业停产 这就是计划经济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要讲 这个下面一个问题 谁的需求被剥夺 奴役之路 从这开始 这一节不是太好 讲 或者说不太容易懂 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些 经济学上的一些 比较基础的问题 我刚开始读经济学的时候 讲这一类问题的时候 我是有点不是很明白 那么我争取呢 就是尽量的讲得清楚一点 也可能要花的时间 还是稍微 neutral一点 医值是完全不清楚